十流山 位于福建省德化县水口镇境内 因山上有一巨石 四流而得敏 2020年正式成为5A风景区 这是上山的所到 全长7168米 高差1080米 是全国最长的国产托挂所到 沿途可饱饱十流山的险峰怪石 身影 珠海 瀑布等众多景观 我们在所到中间站下车 前往游览代仙瀑布 体验具有52米悬空长度的玻璃观景平台 瀑布两侧是悬崖栈道 木栈道宽阔苏石 沿途青山绿水 栈道沿着西水而下 彩虹彩虹 我看到彩虹啦 我看到彩虹啦 天空之星 这是前面夹的悬空玻璃平台 步行约15分钟 离物上树木脆立和空气新鲜 部分悬崖占道 陷入悬空高度的300米以上 为游客营造代仙瀑布不同的关系视角 极高框悬崖穿行的金型式极其迷感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这就是天空之星 建在瀑布斜上方的玻璃关节胎 站着上面可无看但些瀑布全景 有人在空中走紧在脚下游的美妙体验 恐高的我来之前已经有心意准备了 但踏上玻璃平台之时 我还是心虚了 哎呀你跑掉了我怎么办呢 这是我盼铺的女儿 我的特大 竟然是我还有禁电 我怎么可以在小孩面前这样胆小吗 哎呀还是超帅的 我的脚下游的 Engagement 我也想要不要 我心虚了 不如你看了 我最后就出来 我好习惯 today 但是我自己有分优独播剧场——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从玻璃栈道往回走 准备走到山下拿铺无底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我的鞋子不给力啊 中文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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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雄尾壯观 被誉为华东第一铺 阳光直射 水年发光 彩虹若隐若现 水深轰鸣 卫为壮观 半个小时的下山路走的双腿发软了 来一碗冰冻的四果汤 真是结果 好苦啊 我们搭上了上山的小缆车 中途会再换大缆车直到山顶 朋友会开车到山顶借我们回家 这道路又要累死人 坐缆车 拜一个风扇 电动小风扇 闽南最高峰 海拔一千八百峰 对 所以呢现在我们要上去 山顶那边会比较 舒服一点 你要爽 海拔高 风就会大 我们现在两个 哇 热死掉了整个 这个里面那没什么穿 没什么 你妈妈开到山顶来接我 对啊 没经 我们已经到榜上村了 然后榜上村都改过来 去 去 那个是足高峰吗 是的 是的 现在是下午六点多了 继续往山顶走时间还不及 我们回到户山的朋友 度假中休息 放肯节奏 跟我一起欣赏着 漫山的珠海拔 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 石流山风景区只走了一半 下一期将带大家登上山顶 看一看石流山的流到底在哪里 两旁的竹林太美 我不舍得剪辑调 让音乐再多飘一会儿吧 如果喜欢 请记得按赞订阅哦 打赏订阅 陈静 慢点 他 你 你 很多黑户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